哎呦 这里是肖子哲 今天这个视频呢 想带大家回顾一下 我这一年来做视频所得到的 说实话 按下录制键的前一秒 我还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但是这一年里 我学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 就是当你要去做一些事情 像是拍视频 不要犹豫 不要等 不要思考太多 直接行动 就像我之前很多视频都 讲的一个点就是 直接做 不要想多了 想多了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含义的 没有完美 这个概念 你一直想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 做得完美 再去呈现 那只是一种 没有安全感的表现 因为我们都是在不断进步 不断成长的过程中 所以勇敢的 向前卖一大步 开始行动 好 接下来这个视频 我怎么来做呢 我写了一个notion的文本 所以我想通过分享我的屏幕 然后把自己的这种收获 分享给所有人 我接下来就录屏 然后在我录屏开始之前 我还是顺便提一下 我的这个 现在的位置 我是在我爷爷奶奶的 卧室 他们不会住在这里 但是他们偶尔会在这里住 然后你们能看到那里有一副 我和爷爷奶奶的合照 那是我们在18年北京的后海公园那里拍的 对 一年前2021年9月8号 我在这个房间 录了我的第一个视频 准确来说应该是第二个视频 但是是我第一个 发在YouTube上的视频 好 现在大家能看到我的文稿 对 我写了很多很多 我分了几个大类 然后准确来说 我还没有完完整整的去检查和完整 因为有很多内容 我还是想更多的思考再去分享 但是呢 对 这个视频肯定是我简单的来概括自己的收获 通过文字 文字为主 我也会把这个链接分享到这个视频的下方 大家可以直接去阅读我写下的文字 因为我相信文字可能更容易能够理解 首先一个概括 就是2021年刚刚说过9月8号 你们今天看的这个视频是2022年9月8号 这一年里面我总共差不多发了270个视频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270个视频一年 然后我经历了很多很多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还没有完善 但是呢 简单的说一说 我是21年8月30 8月底开始筹备的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再等下去 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开始 然后呢 9月8号发了那第一个视频 也是穿着同一件衣服 就是这件衣服 所以我今天特地是穿这件衣服 然后我就开始有了一些感悟 发了第一个视频之后就觉得 其实拍视频真没那么难 然后我第一个视频真的花的时间太长了 想多了 因为还是比较害怕 别人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评价 所以我想尽可能做得好 可以理解 如果你也是还没有开始 你很害怕别人会 评头论足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理 但是当你真的开始做视频之后 你会发现 没有人会来评头论足 包括你的朋友 真的真的很少会有人来关注你 像我们这种小透明 社交圈不是那么广 然后也不是那么那么受欢迎的人 我是说就是 我发个朋友圈 可能也就两三个人点个赞 有时候甚至都没有点赞 我是这种情况 所以真正开始做视频之后 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重要 所以真的想多了 之前害怕别人的评价 别人可能会在心里 会有一个那么的想法 但是那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不了解完整的我 然后我就不断地在突破 自己的心理障碍 面对尽头的恐惧 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 是10月3号 我那天下午去跑了个步 然后在跑步过程中 我大脑就比较放松 然后就灵机一动 我就想 我如果想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 我为什么不每天都录视频呢 为什么不呢 我就意识到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让我不去录视频 我在怕什么呢 我又不需要跟任何人去交代 我的视频质量或者怎么着 我就简简单单表达自我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发起了这个 一分钟视频挑战 给我自己的挑战 然后我直到发到了11月的左右 然后我就转移到了另外一个YouTube的账号 大家也可以去看 我会把链接放在下方 我过去三百多天 每天都发了 可能有两三天 就忘了 但是每一天 差不多都发了一个一分钟的视频 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 一般都是总结自己 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做了些什么事 有没有效率 开心的点在哪 这样类似的视频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练习 对于我来说 它让我就是非常的放松 能够去表达自己 不管自己说的好或坏 我都开始学会真正的放松 这样我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看到镜头 面对镜头的时候 我能够完完全全的做真实的自己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我10月8号紧接着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我在朋友圈还有Facebook 就是我两个主要的社交媒体 公开了我现在在做视频这一个消息 这对于我来说是 就像是在悬崖上往下一跳 那种感觉 开始是非常激动的 但是发了之后还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我不知道谁会看我的视频 我也看不到别人的浏览记录 各种各样的恐惧 但是呢 现在想起来 那是我做过最刺激 最爽的一件事情 对 自那之后 我的 我的 我的人生就发生了一些转变 我就发现了自己 真的是可以做自己了 有勇气做自己了 然后 接下来还有一些 更多的突破就像我1月7号开始做B站 必须纪念一下这个时刻 就是我第一次第一个视频在B站 B站我来了 因为之前我还是会有恐惧就觉得自己 如果真的用中文 如果真的用中文或者是在国内平台发视频的话 我所有的朋友会看到 之前发YouTube 是因为知道可能国内像我妈的一些朋友啊 或者什么亲戚啊 他们想看 他们看不到 他们不会用VPN去翻墙 然后我也是用英语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议论我 没有办法来评论我 这其实是我一个自我保护的办法 刚开始我只是想先开始先去做 不去受其他人的评论 就是也能开始的一个办法 但是我也是同事也是更公开了 所以肯定还是有朋友看见的 大部分我在美国的朋友 他们都能看见 直到1月7号 我就真的彻底开始公开 所有人都能看到我的视频 对 还是同样的很紧张 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突破 小突破 我都会进一步完善 但是我现在我等不了了 现在已经下午4点20了 我本来今天的计划是要录完这个视频的 所以对 刚刚我说了 我差不多发了270个视频 在B站上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数字 但是在YouTube上差不多有这个数字 然后我列举了一下 每个月上传的视频数量 真正的突破是在4月20 22号 啊 4月份 就是今年22年的4月份 我就那一天就意识到 我为什么不降低视频的质量 然后更多的去倾向于表达呢 倾向的自由的表达 不那么在乎就是剪辑啊 或者什么的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更重要的我想 侧重于更多的是内容和自我的释放 因为 我做视频不单单是为了帮助更多人 更多的是能够表达自我 我也想带领更多人 有勇气去表达自我 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呀 你有想什么说什么的 就说呀 特别是你要想提高英语口语的话 你如果不去练习的话 你的口语是永远不会提高的 所以 这那之后我就开始疯狂的每天录视频 后来你们都看见了 在B站上我到底有多少视频 真的这个数字我觉得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录视频 然后每天都在剪辑 每天都会完成一些视频 然后准备在那儿 然后定时发布 我是像流水线一样的 一步一步生产 同一时间录 同一时间 第一步剪辑 然后第二步做zoom 第三步上传这些 类似的 后面我会讲到 然后我想聊一下 这个启发到我的人 其中我先提到这个米奇沃克斯 可能在中国国内的朋友 肯定在B站上 可能有很多人是知道这个人的 我是20年就 偶然就发现了他的频道 在YouTube上 之前我不知道B站这个东西 然后看了一些他的视频 就觉得很受启发 因为说实话 我是说真心话 我真觉得他就是 看上去很屌丝 虽然可能跟我差不多 但是我不是跟他比较什么的 我只是说他给了我信心 如果他也能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 对 只要是 能说话 能表达 有这个 做视频的这种热爱 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至于他这个 在国内的一些什么评论 有人给他的评价 我不在乎 我也不参与 对 然后之后就是会 看了很多人的视频 比较重要的几个人 Gary Vaynerchuk 然后这个Hans 是应该是叫Hans 他是一个 也是在美国的一个人 然后他的视频 非常让我的有力量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他的视频 非常非常的 给你力量 对 然后 Error Glass 就是在我YouTube的一个教学频道里面 得到推荐 那个人会提到的一个 作为一个创作者 中间的有一个缝隙 他提到的这个概念 让我深受启发 让我深受鼓舞 因为不管你想做什么样类型的创作 我们都会有一个缝隙 在你的想象 和实际呈现的作品之间的缝隙 这个缝隙是需要 很多很多年的练习 才能把它缝合的 就是你不管你的想象力 你的审美 是在什么样的高度 但是最后能够呈现出来你的观众 你的作品 能够给人的感觉和你的想象 能够吻合 能够接近的 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做视频也是一样 我想要达的效果 是可能在这儿 很高很高 你的看不见 但是我真正给别人看到的可能就在这儿 然后中间有条缝隙 必须要我经过无数的努力 然后才能把它缝合 听明白吗 下一些这些人 就很 Sam Liu 这个人 Sam Liu 我不知道怎么念他的姓 但是他应该是个亚裔 然后他也是鼓舞到了我 他也是个看上去比较普通的一个人 他的视频也没有什么过多复杂的剪辑 也是在镜头面前表达 他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因为他也是 刚大学毕业没多久 然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之类的这种 然后他是美国人 所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好 然后下面简单谈一下金钱收益 金钱收益 YouTube 总的来说 现在还没有还没有一分钱 哔哩哔哩 我说实话 我有点混淆 我不知道这个创作激励 跟这个充电计划 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不管怎么说 也没有多少钱 因为本身我这个做视频的初心 不是奔着钱来的 虽然我知道这个钱 肯定是自然而然会来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灰心 不要丧气 好 概括的下一个就是困难 困难我特别特别的 特别的深刻 因为我感觉直到此刻 我还在经历一些困难 就像刚刚写下的这个最后一条 经常感觉工作力巨大 觉得永远做不完 因为我之前都是写脚本的 我从9月份开始拍的大部分的视频 除开Vlog 都会写个脚本 用文字计划好 我要说的话 然后要提到的点 这些东西就让我产生了一种很高的要求 就想把每一个点都想到尽可能的去完善 然后不断的完善的过程中 就觉得永远完善不完 就像真的这个是这个视频的脚本 你待会你慢慢就会发现我写了多少文字 就是会让我感觉反而很乱 写了越多 越觉得乱 越觉得这个需要涵盖的点太大 所以就会觉得 有点有点压力过于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困难是非常好解决的 首先就是放下就像我刚刚做的这一点 不要想太多了 直接打开摄像头 开始做 开始说 开头 先把开头说了 然后再接着一步一步往下说就行了 因为我们永远做不到那个你理想中的完美 因为你那个完美它是相对的 再过一段时间 等你真的再提高一点的时候 你的完美它又提高了 所以这个完美是没有任何 没有意义去追求的 你追求不到完美 因为你不断在进步 你的审美在不断提高 你的想法在不断的进步 你会你会总会批判到你之前的作品 所以没有意义去 在初期特别是没有意义去追求这个完美的概念 没有完美 就像我这个视频 我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之前在想我要不要拍的更加的文艺范一点 让大家都会受到鼓舞 让大家哇 我看完了我也想拍视频 就是那种又快又短 但是又文艺范儿 然后有一些不同的片段 不是像我现在坐在这里讲话这种 但是呢 那是别人的热爱 我的热爱是通过表达 通过语言 通过讲话来传递我的内容和我的能量 所以我不会想去做其他的 对 今天这个脚本真的是写了很久了也 然后呢 刚开始做之前 会害怕自己做的不好 在公布之前 就会脑子里脑子里就会想 如果我的朋友 我之前的同学不熟的那种 他们就在背后会嘲笑 我觉得我怎么连个正儿八经工作都不去找 然后在这里瞎搞这些什么视频 这种恐惧 不管来自家人 还是朋友 甚至之前的前女友 我就会觉得 这些东西太大了 我可能接受不了 承受不来 但是呢 同时 我又觉得 决心 他逼着我 要往前一跳 这是两个 两个端 他在扯着你 一边 是恐惧 吓着你 吓到你 你不敢往前走 但是另一边 决心在那边呼唤你 要你迈过去 要你跳下去 所以就是处于中间的那种状态是最挣扎的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 所以啊 对如果你也现在有一种感觉 你也是想开始 但是一直没开始 有这样的感觉 我告诉你 真的是想多了 这只是给你的一个考验 如果你真的将来能够把一件事情做成 能够把你的梦想实现 这必须要经历 这样的质疑和自我否定 然后同时你还要能够有勇气去开始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 对 然后之后就是9月4号发的微博上第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我的微博 肖子哲 不知道那个微博是不是 那个视频是不是被隐藏了 反正是一个我在外面跑步 那是我第一个正好八经 发出去的视频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 不是每个朋友都看见了 正好八经是9月8号 然后我发在了instagram story上 然后公布给所有人告诉大家 我在做视频了 那一天就有一百多个浏览 然后对 这一步一步的 然后后来又会想到不知道拍什么好 因为我能够知道什么是好内容 对吧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这只是一个过程 一定要追寻自己内心 如果你为了去把数据做得更好 你就会迷失自我 因为有可能真正你能做长久 你能把它做好的那个内容 那个数据 那个主题 是不那么容易受接受 开始不是那么受欢迎的 就像我这种视频可能 我现在还什么人都不是 他们都大家都不是了解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他们都不会来花那么多时间 跟耐心听我讲话 但是我知道这是我要做的内容 对 跟随我自己内心 没有朋友可以帮我拍 帮我剪 我之前就会想到 一个朋友都没有 就是在这里能够帮我拍拍视频的 然后教我怎么剪的东西 这种没有 一个都没有 但是我还是开始了 因为我意识到你真的足够渴望这件事情之后 你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人 你自己全都可以搞定 现在网上什么 什么样的教案教程都有 你都可以学的 你都可以自己学的 我就是完完全全这一年 就自己学的 对 这些我都可以有更多的文字分享 但是我现在还没来得及写 然后就是需要非常专注 因为做视频 做内容创造者 是一个非常非常耗时间的一个工作 你看上去好像就是视频就那么几分钟 但是在视频的前期 视频的录制 视频的剪辑 然后后期加字幕 这些每一项都是一个巨大的任务 都需要很多很多个小时的 特别是那些非常非常用心的视频 之前我像文字 那个分享那些书的那些视频 每一个视频都是花了 我都不知道多少个小时 有的是一个星期 就什么别的都没干 健身我都停了 就甚至通宵 通宵 我是说就是一分钟都没有眨眼 那种坐在那里 开着两扇大光 然后在那边录边剪 然后就很疯狂 很投入的那种 所以花了很多心血 但是呢 真的是热爱支撑了我 就不会让我觉得想分心 或者是觉得困难 因为我是热爱的 我等不了 我就想接着往下做 我等不了 然后心态我总结了十条 可能不止十条 对我刚刚都提到了这些 大家都可以直接点进来去看 对吧 因为我这么一讲 你可能只是感受一下 然后操作的话 刚刚我提到过了 这些软件的使用 就是三个软件 我用的比较多 特别是Final Cut Pro 然后现在剪映加字幕用的比较多 这些都非常非常简单 你不要被自己蒙蔽了 就是蒙蔽了 就是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没用过 都太难了 学不会 那只是借口 你没有静下心来去尝试一下 去尝试一下 你就发现这些软件都设计的跟白痴一样的 谁都会 谁都会用 然后素材来源 我也提供了音乐 一些视频的素材 然后GIF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然后录制的话 就像我现在这一刻 我在拿我的索尼 Alpha 6100 和最基础的镜头 1650 每天拍的视频 都是用这个相机 然后我把这些优点缺点 我自己的感受都写下来了 然后我还有 两台另外的相机 一台是Instagram 360 1X2 这个基本上就没用了 完全没用了 我也不推荐大家去买 如果是光线特别强 户外 是可以用 但是呢 我觉得这种场合 对于我来的内容 对于我的内容 我用的场合 实在是太少 然后就是我的手机了 然后手机就比较灵活 随时都可以用 然后大家可以去点进去 这几个链接 去看一看 拍出来的这种效果 是什么样的 然后索尼的这个相机 大家都能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也是索尼的 它可以拍4K 所以是非常好用的 不一定要买全画幅的 我一直以前 有那么两三个月的时间 一直都在各种看相机 各种了解 各种学 什么索尼的M4啊 或者是什么 各种各种样的相机镜头去了解 因为就是觉得 我缺的是设备 其实真的是想多了 设备根本就不缺 缺的就是你的 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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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创作力 你的表达力 你的审美 这些东西 缺的是你怎么做 而不是工具 工具其实真的是够了 你不太不太需要 特别是开始 你不太需要那些 什么几万块钱的相机 你也不需要多么高档的灯光 就像我现在用的这个灯光 给大家简单看一眼 这是一个台灯 这个只要能用就行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限制 你一开始限制越多 你开始这个难度越大 你是给自己增加摩擦力 啊 这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没有什么益处的 所以减少摩擦力 直接开始减少借口 好 然后对 我还是要进一步完善 这些东西 我都是想做一个总结的 但是呢 这个视频我还是要 还是要发 还是要录 因为 这是一周年吗 9月8号一周年 虽然在B站上 这还没到一周年 但是对于我来说 做视频已经整整一年了 嗯 对 还没有想到的事情 就是第一点 就是没想到 我现在每天都能上传视频 虽然我的视频 形式内容 之前是没有想到 会是这样的 就是去语言表达 英语练习 虽然我是用英语 但是我并不只是在练习我的英语而已 我更多的是在表达 我想表达的内容 只是用英语而已 听明白没 所以有很多我的粉丝 什么观众 他们可能一眼低一眼 觉得我只是在 在教英语 或者是一个学英语的频道 不不不 这不是我的梦想 这不是我的侧重的点 因为我知道我将来 最主要要使用的语言是英语 所以我必须要现在就开始用英语 虽然我讲的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事情上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能力还不够 你做不了这件事情 但是你一样的可以做 你可以用你自己不 不那么优秀的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的表达能力不是那么强 但是我还是可以表达 我还是可以去尝试用英语表达 如果我现在不去表达 我永远不会提高 我永远不会进步 我永远就做不好这件事情 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我什么时候 我等到什么时候去呢 我我我永远都不会进步 对吧 我的相机又发热了 不管怎么说 这期的视频的意图 我其实还写了一个另外的文本 其实 我就是想分享我自己的收获 心得体会 我把这个链接 发在这个视频下方 大家有 真正有想法 有耐心的 我希望真正能帮助到你 给你信心 我这一年 就这样过来了 真的 你也不要觉得自己现在晚了 一点都不晚 如果我一年前 我也是这么觉得 可能到现在我都没开始 真的 现在我们虽然感觉 每个人都在做视频 但是其实 这不重要 就像每个人之前 每个人都在 都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一样 这只是一股浪潮 如果你真的 你适合做这个 你会留下来 好的 他永远会留下来 他会筛选 但要一批人 所以你不要在乎 别人做的怎么样 可能以后最火的 那个视频博主 他可能还在上初五中 他可能还没开始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不要觉得 现在你晚了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对 不要被自己的借口所蒙蔽 如果你有恐惧 直面你的恐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对 他会锻炼你的综合能力 非常考验你的综合能力 所以我觉得 我很幸运 我选择了做这个视频 对 好吧 就这样了 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私信 问我 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 加油 就像我这个视频一样 你也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表达 你也可以发视频 加油 拜拜